Hello 大家好,很久沒有在YouTube Channel 再介紹過產品新的玩具 今次會介紹一部全新的DAC Streamer 它的名字叫Stealth V3,很大的字在上句 這是繼Stealth V2之後的另一個同款尺寸的 Streamer 今次有什麼特別呢?就是整個設計是重新設計過的 除了機械結構之外,其他的重新設計過 電路方面也有很多苦工 這就是它的外形,跟舊款一樣 後面會多了很多個Pot 首先,看過去就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這麼多個三個Pot 我稍後再介紹一下 USB Bridging 一向都有 因為Touch Screen要用USB的Pot 所以一定要用USB的Bridging 這次會多了一個V1A的LPS OUT 除了LPS OUT之外,它也可以作為一個 直接供電給一個外置的USB解碼 供電方面,其實它是一個獨立的線路 它不會跟Pi-4 share同一個電 亦都是會有一個45mAh的光速 來隔離Pi-4的線路 所以它用起來其實是非常乾淨的電 我稍後再開一部機,給大家看看 4-5台 4-5台 我先去把柄放在一起 把柄放在一起 放在柄裡 把柄放在一起 画一部机可以看到里面的线路也统一了 重新设计过 少了很多零碎的板 全部归一回 好,我们就逐步逐步介绍一下 第一部分是先介绍Evernet Port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Evernet 1,2,3 一个本来是Pi4 两个其实是一个Evernet隔离的线路 在一个全电器的隔离 因为Evernet Port Evernet的线路也有很多声音 Dawn Noise的意思不是说Data Integrity 即是LAN讯号的完整性 而是LAN讯号的一些普通模式声音 因为LAN线是很长的 它经过了家里那么多的线路 那么多不同的Evernet的设计 Route High Switch 亦都有PS 或者NAS 其实每一部相机 正常来说它都会有Switching Home Power Supply 那些Switching Home Power Supply 其实它会是 产生了很多 Radiative的EMI和 Common Mode Noise 因为大家的Ground Potential 都会不同 在数码讯号来说 其实它是不会影响的 即是数码 有1有0 不会影响Data游跃的 但在Audio的世界 其实在Analog的世界 会影响到声音的质量 所以隔离了Evernet的讯号之后 其实整体来说 你会觉得声音 最明显的背景是安静了 第二就是Bass会更清晰一点 没有那么蒙糊 没有那么粗 第三日线会更漂亮一点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对于音功能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设备 我都对比了一段时间 跟Octical Fiber Octical Box 即是光电转换的设备相比 和这个全电器的隔离 它的效果可以比Octical Box更加明显的 那这次就会用了Burns的一个隔离 线路来说 这边就会接接接转换的 就是接转换的 这些CM就会通过这个游戏 这里就会消灭了 然后去到Auto Transformer 这里也会接地 尽量减少CM和EMI 接着呢,这边有一个Pi4 这边也有一个Auto Transformer 就会降低一些Noise 那呢,降到哪里呢? 这边说完 所以用的时候就会需要一个Bridging 一条Evernite的线 这条线越短越好 还有最好就是有Shielding Cat8,Cat8的线 那这边呢,其实不需要有Shielding 我建议反而没有Shielding会好些 但是我也不敢很肯定 因为每个人家的环境未必一样 但是我这部机器设计呢 尽量这里是没有Shielding的 用一般便宜的线就可以了 但是这条路线尽量是好些 尽量好些 这条路线尽量好些 好了,讲完这条路线之后 我们就会去到 电 电的部份今次是重新设计过的 有三组的LPS 第一组是被Touch Screen Touch Screen在相机的V2E里面 其实已经是独立供电的 但是今次有一个新的 加上它就是 一些RC Snubberg的Network 那RC Snubberg的Network 它有什么好处和用途呢 就是这样的 我先拿一块饭 可能大家都知道 喬式整流 它是由AC AC 转过去这样的 但是呢 其实喬式整流 它也是一个Switching的 装置 但是Switch的频率不是很高 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它每一个Phase Shift 其实它都会赚生大量的Noise 那些Noise呢 其实是这样 很多Damping 那RC Snubberg的功用呢 其实是令到Damping 尽量小一点 就可能会变成这样 这就是RC Snubberg的功效 功能 所以这部机 其实它新加到 3组RC Snubberg 1,2,3,3组 每一个LPS都有Graphic Snubberg 它也有独立供电 今次加大了水塘 有一个10,000mF的 雷波电容 接着就通过这个Touch Port 就供电给LPS sorry 供电给Touch Screen 这个就是一个 存电器旁边的模组 Module 这个就可以避免了Touch Screen 它的高频干液 因为Touch Screen 它都玩了很久 都试了很久 它是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 它只会产生Electrical Noise 是可以由喇叭的听到出来的 所以一定要把它完全电在旁边 所以有些人说 玩些比较发烧的 就说CD机 其实不开 那个Display的声音会更好 其实是有根据的 因为Display 它真的会产生高频干扰 所以一定会做一个全电器的旁边 你不安装这个 Touch Screen 即是有画面 但是不会有Touch的功能 安装之后 就会通过这个JTAG 6P的信号 去Pine4 就是Touch Screen的部分 然后去到LPS那里 这里有一个12个电容的Array 其中三个是Auxiliary的线路用的 辅助线路 另外九个就是Pine4用的 Pine4到没有什么特别 是多了Auxiliary Server的线路 唯独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Auxiliary的线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除了可以供电给另外一个DAC 例如你想改时钟 又或者是另外一个DAC的版 独立供电 可以通过这个Port 给另外一块DAC Board 同时它也可以供电给外置的讯号 例如我爱置的器材 例如DAC USBDAC 先铆电线 先拔掉 这部就是Topping的D10S 它的声音都不错 也试了一段时间 这里有三盏灯 1,1,2,3 这个可以通过这个Switch 控制给供电是USBPort 还是内置的供电的需求 最多可以出到5V1A的电力 所以声音来说 这个声音是非常纯正的 因为它不会用Pi4共用一个线路 还有它中间会隔了一个 这个40Vh的速电感 这个是特别订阅的 这里有一个Switch 这个Switch 可以是同一个 关可以是分开 和Pi4 亦都可以同一个Pi4合埋 即是连接了 所以看看你的电的用途 如果你是这个电 另外一组供电 它是 给另外一组的DAC Head 或者另外一个Head 用的话 这个Ground就可以断了 供电可以断了 Ground和Pi4的Ground 因为如果不是 可能有些板 它可能会有Ground Loop的问题 所以这个比较弹性的 你可以摘不摘 Sharp Open 这样 这个供电 USB Internal USB Internal 这个效果是好处 同一时间 这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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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下面进行止 部份 拆了它 这个版面,其实它是这次的背板有多个不同的选择 这次我们用了Fonex的Isabra,不知怎样,对不对 如果有错请指证,来做DAC的 它基本上是Native support,不需要开洞或自己改变什么,一插进去就行了 除了这个AudioFonex的背板之后,也有另外几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Alobos II,这个是Generic的,可以安装自己喜欢用的东西上去 这个是Mona Lisa的DAC,这个DAC是不错的声音 除了有Audio Out之外,也有Corexial Out的 所以如果你安装这个版本的解码的话 其实这部机器除了内接方面,除了USB的DAC之外,也可以接Corexial的 声音也是不错的 或者另外一个,minimal 是完全没有其他开洞的 最主要是用来做一个media server 或者是外接的USB解码 这个是最简单的,做minimal的设计 所以总共有五款 这部机器除了电路上的改进之外 这次在Corexial的Thurnal Management上也有少少改进的 这个就是专为Pi4容易订制的HitSync 你拆开DAC,拆开这个HitSync 就会见到的了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跟CPU连接在一起 它要靠这三块的散热片 散热片 那一段时间,发觉是它的散热功能都不错的 它Idle的时候,大约跟那个 Ambian temperature的difference 就有20度 20度Celsius 它由Idle到Full Low的时候 大约温1小时,大约是 升温大约8度左右 那就是说,如果你室温25度 你Idle的时候,一部CPU的Termature大概45度 那由Idle到Full Low的时候 它最高都是不超过53度 根据我的经验 根据我这几个月的观察 所以散热功能都是不错的 起码令到Pi4保持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 也不需要特别为它散热去考虑 刚才说了这个 这个就是用了Burns的数码隔离 其实它很简单的原理 里面转到一个电子牛 数码隔离牛 但它的效果非常之好 因为它不需要用光电转换 光电转换的时候 其实它都需要用另外一个转换器 由光的讯号转到电的讯号 在这个过程其实都会产生声音的 而且转换电讯号之后 其实它也要经过一条Lang线 去到这部机器 那部Lang线其实也是很长的 怎样都不够这条大约 多少 25 50 50cm长的线 那么长 所以它是一个很高的 很短的线路里面 全部都是Shielding 同时是Girson Shielding 有消耗的 其实这个讯号来说 是非常之不错的 声音非常清脆 非常之干净 没有阴厌 没有Noise 这部就是最新的 Stealth Refuel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言区去留言 除了这个机械结构之外 也说了Sofia support方面 它除了Folumeo Diapy Logitech Media Server之外 它最新都支持Mood Audio 这三个主流的OS也是支持的 如果大家用开的系统 都应该不会同 用开Pi组的Streamer 都不会对三个系统一陌生的 今天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就这样,拜拜